在众多的轻小说改变的动画作品里 各位觉得哪一部作品对你的人生有很深的影响呢? 请把你心中的那部作品名打在弹幕上 今天要讲的这部对我喜欢旅游这件事可是影响太深了 对没错,它就是14年前上映的动画《狼与香星亮》 该作是由知仓洞沙老师于06年开始连载 归属于脚船旗下的电机文库 在2011年的时候,正片故事正式完结 随后,知老师又连载了一部讲述炼金素食生活的魔幻小说《梦辰·马德拉》 于16年正式完结 但由于喜欢《狼与香星亮》的人实在是太过狂热 于是,知老师16年又被文库邀请继续连载《狼与香星亮》的后续故事 并且以赫罗女儿为主角,发行了新的故事《狼与羊皮纸》 以这种双开模式连载至今 你可能就要问了,这个赫罗的女儿,大家都能理解 那旁边这个拐跑女儿的男人是谁呢? 哎,这个就要讲到动画完结之后,小说里面的内容了 先补充一下,动画里第二季其实少说了小说第四卷的内容 这卷讲述了赫罗与罗伦斯拯救了一对小情侣 模仿的青年艾凡和祭司爱丽莎 当时他们村的村民误认他俩是毒麦子毒死人的祖谋 好在有赫罗他们的推理与帮忙,这才解除了误会 从此这俩小情侣就开始了跟洛伦斯他们一样的旅行 不再禁锢在这个小镇中 在这个之后的第五卷就是讲述了动画里第二季最后的一个故事 男主洛伦斯被女商人艾普摆了一刀 艾普卷走了卖掉赫罗的钱 带着买来的皮革顺河流而下跑去港口城市坎尔贝 而洛伦斯则通过艾普留下的地契成功赎罗 洛伦斯也顺道直接跟赫罗告白 生意和钱美了 但老婆不能美啊 幸亏赫罗是一个举止文雅落落大方的先郎 所以他决定一定要追上艾普这个女狐狸 偷他一顿才几起 但洛伦斯并没有急着让赫罗变狼去追艾普 反而是坐船依然以做生意为主 顺道追艾普 以生意人的方式来复仇 在这路上两人得到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得到了疑似赫罗家乡同胞狼鼓的消息 一个是捡到了想要保护家乡 到外地求学却被别人骗的少年 科尔 对没错 这个科尔就是未来跟赫罗女儿旅行的那个男人 但此时他只是被骗得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他的机制让洛伦斯想收他为徒 赫罗也希望带着他旅行 就这样三人最后来到了凯尔贝 赫罗一见到艾普 差点冲上去就是大嘴巴 抽他 是洛伦斯架着赫罗才挡了下来 因为艾普其实是一个落魄贵族 与当地北方贵族交情很深 洛伦斯还想通过他知道狼鼓的下落 所以不想撕破脸 而洛伦斯所隶属的城市南边的商会 和北方的贵族其实是对立关系 要了命的是正因为洛伦斯与该城市的南北方重量级人物都认识 导致洛伦斯被卷进了该城市南北方关于贩售独角金的贸易中做牵线人 本来洛伦斯打算帮着艾普逃离北方贵族的控制 让南方商会在交易中得利的时候中途杀出了一个陈咬金 拿着大量现金差点搅黄了贸易谈判 艾普也被怀疑是北方派来的奸细 被南方商会老大所抓差点被杀 好在洛伦斯冷静分析靠穷小子科尔带来的一堆没用的文书里 查出了这个陈咬金贪污他人钱财的证据 最终帮助艾普解除了误会 让南方商会获利 艾普也就此逃离了北方贵族的控制 为了以表感谢 他给洛伦斯的嘴巴来了一口 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商人就是雷 骗 偷袭 说出了洛伦斯教会了他 想赢就要出其不一 记得当天晚上赫罗差点没撕了洛伦斯 这段故事是整个狼心里面最精彩的一段 十分建议各位卖实体所补一下 随后洛伦斯和赫罗通过艾普给的线索 去了岛国温菲尔 发现了狼骨只是教会弄的鹿骨的骗局 但也帮助这里的洋人教训了一顿教会 而是洋神幻化成的人 简称洋人 后来在这里又得到了两个消息 其中一个是 这世界上有可能有危害赫罗家乡的禁书 他记录了先进的挖矿技术 洛伦斯他们需要寻找到他 不能让他落入别人的手里 另一个是回赫罗家乡的地图 需要回到内诺斯去找一个画师才能得到 随后洛伦斯他们回到了内诺斯 经过一系列遭遇后 洛伦斯他们终于得到了北方大陆的地图 并且将科尔交给了前来旅行的艾凡和爱丽莎 让他们随同苏商去南边交易那本禁书 而洛伦斯则和赫罗去了北方的大城市 雷斯克 在这里 赫罗与信仰他们的狼族佣民团见了面 并确信了赫罗的同伴们都还活着 而洛伦斯则看中了雷斯克的发展 准备在雷斯克与赫罗一起经营店铺 节外深知的是 一个兔子精突然丢来了科尔的包袱 办妖邪 办恳求的 希望洛伦斯他们能帮忙 原来这个兔子精是雷斯克这里大商会的二把手 因为他们印钱发行货币 招来了一帮贪得无厌的人 导致底下有人被买通 想要通过打仗挖更多的矿的方式来印更多的钱 但为了避免战乱 兔子需要洛伦斯他们的那本禁书里的技术 让原有的矿能挖出更多的精子 以避免开战 最终洛伦斯他们被说服 赫罗以野兽形态去追赶科尔他们 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带回书来解决叛乱 谁知道赫罗刚走叛乱就开始了 兔子先生被打伤 无助之下他向洛伦斯求援 但其实兔子早就算计好 把洛伦斯和狼族御兵团拉下水 好在赫罗及时赶回 并把他们带去了北方领主那 最终洛伦斯利用叛徒们撒钱的行为 证明了对方是用别人的抵押物来为所欲为的人 以此帮助了兔子先生赢回了信任 最终平定叛乱 还说服了北方领主加入商会 这一段是整个狼心故事里面 第二个特别精彩的片段 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博弈 信任与背叛的平衡 太精彩了 非常建议大家卖实体书收藏一下 最终到了第十七卷 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 赫罗和洛伦斯决定 在雷斯克更北方的地方 纽西拉定居 并开了一间温泉女馆 赫罗更是写尽邀请来了 曾经勾引过他男人的俗人们 那封信仿佛是赫罗在演讲 乡亲们 娘们们 咋家我怀孕了 以此炫耀一下 以上就是前十七卷中 祖先的内容 喜欢这样结局的同学 来点个赞 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 跟你一样喜欢 不过故事到这里呢 并没有完结 16年的时候 知老师终于按捺不住心情 还是续写了 狼语香辛料开店后的故事 然后你翻开第十八卷的卷头 映入夜帘的是这个 旁边再配上 罗伦斯说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文字 差点没把我当场气的送走 不过 这个其实是深前葬 赫罗故意给自己办了一个葬礼 让俗人来给自己说些 平时说不出口的话 总之十八卷后面 都是一些温情又搞笑的短片 围绕着 罗伦斯和赫罗开店的日常 以及各种围绕在他们女儿 谬礼周边这些人的故事 仔细一想 撒狗粮 不会是从这个作品里面出来的吧 女主她是狼 当然我讲的这些还是太过笼统了 不过没有关系 狼语相信了第三季 已经宣布动画化了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 千万别忘了 到时候关注一波呀